好 马达看天下 在下周还会继续的追踪选举的结果 事实上自治自决 一直都是世界各国的原住民族人 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要求自己的自治政府 自治议会是自治的第一步 而挪威的萨米民族议会 也曾经辩论过 当萨米议会的议长 是不是必须要说流利的萨米语 因为有年轻的一代 已经不会说萨米语的年轻人认为 自己其实也是很有能力的 只是不会讲流利的族语 那么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以当议长呢 不过在去年萨米议会 依然还是选出会讲很流利 萨米族语的议长 的确争取很多年 在被挪威殖民好几百年之后 25年前 萨米族人成立了这一个萨米议会 萨米人自称萨米国会 您现在看到这栋优美的建筑 就是萨米民族议会 或者说萨米国会的外观 这个国会也跟挪威设置的国会一样 可以由不同的萨米族人 组成不同的政党 所以在开议的时候 不同萨米政党的代表 或是议员还有族人 都是可以到场旁听的 彼此也可以进行议员的选举 或是选举议长等等 那么在10月9号 萨米议会就庆祝成立满25周年的纪念 来自萨米传统领域的领导人 贵宾还有挪威的政府官员 都出席了这场盛会 不过这个议会 预算来自挪威政府 主则文化决策 对于重要的土地 还有自然资源权 依然受制于政府 并没有享有真正完全的自治权 对萨米族人来说 成立这样的议会 只是争取自决权的开始 坚持议长 一定要说足语 但是至少已经踏出第一步 这一天在挪威的萨米议会 非常热闹 大家穿着传统服饰 热烈的互相打招呼寒暄 在25年前的这一天 也就是1989年的10月9日 挪威的萨米议会正式成立 第一任主席 Ole Henrik Maga 仍然清楚记得 当时的挪威国王 Olaf武士 还亲自出席开幕式 来自萨米传统领域的萨米族各方代表 都来到这场25周年纪念会 非萨米族的政治领袖也出席道贺 这一天对曾经担任法官的荣誉教授 Karsten Smith而言 更是感到荣幸 对萨米议会中年轻的一代来说 这是鼓舞人心的一天 萨米议会第一任主席 也特别鼓励先任主席 这样的工作很辛苦 成果却非常值得 记者赌议 丁波红编译